2013年,阿梁特首說區區有一億 甚麼還有區未花這一億? 灣仔區的一億工程還未過立法會 區議會想在摩頓台建這個活動中心 說要增加表演場地 這張就是當年的宣傳照 這裡是禮頓山社區會堂 一個普通禮堂就是這麼大 如果我們要在摩頓台建一個活動中心 禮堂就會比一個排球場還小 但是這個活動中心又為何會這麼小呢? 摩頓台排球場的便積大約7500平方尺 要在這裡建一個標準的社區會堂 我們就要接近11000平方尺 看回立法會文件 觀堂受明度一個標準的社區會堂 造價就要1億4000萬 剛好就跟摩頓台活動中心的造價是一樣的 即是說同樣的價錢 一個天一個地 背後的原因 就是選子失誤 區議會原本想要的專業表演場地 又要領法例 又要適合走火通道的要求 當選子不夠大的時候 就自然是凍過水 但是搞了幾個月 什麼都沒有不行 那不如細一半都照氣 其實近年 灣仔區的休息用地 和社區用地都不斷被削 而偏偏灣仔區議會 就簡正好受歡迎的摩頓台排球場 來做選子 成效打折 更加是糖水滾糖魚 現有的加勞連山道是一塊廣闊的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距離摩頓台只是大約五分鐘路程 不如在這裏起個社區會堂 好過策現在很受歡迎的摩頓台排球場 剛好 灣仔區議會曾經在2013年收到千多個聯署 說要保留排球場 但是現在區議會主席說 因為已經和維園手球場合併了 所以排球場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 但重置方案是否這麼完善呢 距離摩頓台排球場大約七分鐘的路程 我們來到維園手球場 首先我們就見不到個網 我們去維園白市處問一下 發現原來入了紙才會有得設網打球 本來街場就很方便的 拿著個球沒人打就隨時可以進去 但是如果現在和維園手球場合併了之後 我們就多了好多行政事要搞 整個過程大約要20分鐘左右 如果大家是即興的話 我想要遇多些時間 其實看回訂場址 我們發現無論手球排球都會好多人使用 當沒有人訂場的時候 這個手球場就變成一個很受歡迎的多用途開放空間 香港是十分缺乏這一類的多用途開放空間 我想如果大家有得選擇的話 都會想兩者兼得 摩頓台活動中心這個項目 會繼續在立法會討論 如果過了財委會 那排球場就拆硬了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加入聯署